好 下面我们讲反垄断法的第二节 垄断协议规制制度 从这节开始给大家讲的 就是针对不同的垄断行为 法律如何规制 在这节当中我们讲垄断协议规制 大家首先就要知道 什么叫做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有哪些类型 所谓垄断协议指的是 精英者之间所达成的 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 而垄断协议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首先第一种划分 根据达成垄断协议的主体不同 可以把垄断协议分为 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 关键看达成垄断协议的精英者之间 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其中横向垄断协议指的是 在产业链上处于同一环节 相互有竞争关系的精英者之间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比如说都是家电的生产商 他们达成垄断协议 这叫横向垄断协议 或者都是家电的销售商 他们达成垄断协议 这也是横向垄断协议 而纵向垄断协议指的是 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环节 相互没有竞争关系的精英者之间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比如说家电的生产商跟销售商之间 达成垄断协议 这就是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 好再看第二种划分 根据垄断协议的内容 看它是否以价格为内容 我们把垄断协议分为了 价格垄断协议和非价格垄断协议 典型的价格垄断协议 比如说固定或者是提高销售商品的价格 以价格为内容 而非价格垄断协议 它并不以价格为内容 比如说分割市场的限制数量的 都是非价格的垄断协议 好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与纵向垄断协议都有哪些 其中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我们刚才说了 所谓横向垄断协议指的是 在产业链上处于同一环节的 相互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比如都是家电的生产商 或者都是销售商 他们相互之间达成垄断协议 而针对这个横向垄断协议 我们首先要知道 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什么意思 由被告 对横向垄断协议不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 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说被告不能举证证明的话 我们就推定这个横向的垄断协议 它是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那么被告就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它跟一般的这种垄断案件 在查处的时候呢 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垄断案件呢 采取的是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好 下面我们看 具体的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横向垄断协议都有哪些 第一种是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所谓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国家曾经出现过 彩电的生产厂家达成垄断协议 大家统一对某型号的彩电呢 就不要再降价了 固定就卖这么多钱 对于有些型号的彩电呢 我们统一提价多少 这就是典型的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对此 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 除了直接协议锁定 维持或提高商品的销售价格之外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 对某个型号的不要再降价了 锁定 对于某些型号的 我们统一提价 就是统一提高销售商品的价格 当然还包括 对经营者的定价过程 设定统一的限制条件 比如说 第一 固定或变更价格水平 价格变动幅度 利润水平 或者折扣 手续费等 其他费用 比如 都是家电的生产厂家 我们现在达成协议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提价 但是怎么提呢 不是说直接提固定的价格 而是 三个月 我们提价5% 六个月提价10% 12个月 我们提价20% 诸如此类 它也是非常典型的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协议 好 再看 第二 约定采用具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比如 所有的家电厂家 我们达成协议 从现在开始 我们对外在销售商品的时候 统一的定价公式就是 成本再加上百分之百的利润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固定或者是变更商品的价格 再看第三 限制参与协议的经营者自主定价权 但凡是跟我们签订协议的我们的这些个经营者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够自主定价 必须我们统一步调 那么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好 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如果固定或变更价格协议 是在具有竞争关系的买方之间达成的 此类协议的内容 它的表现 应当是锁定 维持或者是降低购买的价格 比如说 都是某一种金属的生产商 好 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 从现在开始 我们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 不要再涨价了 甚至统一降价10%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是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所以大家看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 无论是直接锁定价格提高价格 还是说对这个定价的过程去设定统一的条件等等 最终的表现都是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好 下面我们看 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还有哪些呢 具体就包括了 第二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的 我们把它叫做限制数量的协议 这是非常严重的横向垄断协议 比如彩电的生产商 我们大概看一下 全年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彩电大概有多少台 好计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加上明年合理的增幅 比如10% 现在达成协议 其中A厂家你生产多少台 B厂家你生产多少台 C厂家你生产多少台 最终的结果 大家生产出来的总数 基本上满足市场需求 不要生产太多 这样的话呢 相互之间就没有竞争了 我们都能够卖掉 对不对 所以这种限制数量的协议 是非常严重的横向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是禁止的 再看 第三 分割销售市场 或者原材料的采购市场 我们把它叫做分割市场的协议 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横向垄断协议 比如彩电的生产厂家 我们达成协议 从现在开始 你只在华东地区销售 我只在华南地区销售 他只在华北地区销售 大家不要跨区域 这样的话 相互就没有竞争了 所以这叫做分割市场 而分割市场 除了分割销售市场 还有分割原材料的采购市场 比如 都是某金属的生产厂家 达成协议 你只从华东地区进货 而我呢 只从华北地区进货 进原材料 好 相互之间不要竞争 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压价 对不对 所以分割市场的协议 也是非常典型的 横向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是要禁止的 再看第四 限制购买新技术 新设备 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的 大家可以想见 作为厂家 要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那是要投入大量成本的 好 如果说大家都开发的话 相互竞争 有人不开发 就有可能会被淘汰 但是大家投入巨大 怎么办 于是达成协议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不要投钱 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没有新产品出来 维持原状 我们都可以正常的生产 经营下去 相互不要竞争了 大家看 这种行为 除了妨害竞争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阻碍技术进步 所以它是反垄断法 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好 再看第五种 联合抵制交易的 这个联合抵制交易 它的具体表现就包括了 第一 联合拒绝向特定经营者 供应或销售商品 比如 所有牛奶的生产厂家 联合起来 达成协议 拒绝向某超市提供牛奶 假如这个超市主要就是卖牛奶的 可能直接就到正价 倒掉了 对不对 这叫联合抵制交易 再看 第二 联合拒绝采购 或销售特定经营者的商品 比如 所有的超市 联合起来 大家一致不要销售某品牌的奶粉 那极有可能导致这家奶粉厂家就倒掉了 是不是 所以它也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再有第三 联合限定特定经营者 不得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比如 一共有十家超市 八家联合起来 找到牛奶的生产厂家跟他说 你如果向我们供货的话 就不要向剩下的那两家供货 否则的话 我们都不跟你进行交易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联合抵制交易 好 这些都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下面我们看 纵向垄断协议 这个纵向垄断协议 我们说了 它是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环节的经营者 相互没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所达成的 比如 生产商跟销售商达成的垄断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 好 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 禁止价格协议 主要包括两种 第一种 固定向第三转售商品的价格 生产商跟销售商达成协议 你要卖我这个产品 必须以某个固定的价格去销售 好 再看 第二 限定向第三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你要卖我这个商品 可以 但是必须以多少钱以上去出售 这就叫做纵向的垄断协议 注意纵向垄断协议 仅限于价格协议 主要包括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 以及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而针对纵向垄断协议 在举证的时候 采取的是一般的举证原则 叫做谁主张谁举证 所以跟横向垄断协议是不一样的 横向垄断协议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20年这个单选题 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关于我国反垄断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对于横向垄断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由人民法院直接认定原被告均不承担举证责任 这显然是错误的 B.对于横向垄断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是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这是错误的 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C.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是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这是正确的 B.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证明 是用举证责任倒置 这是错误的 针对横向垄断协议才是举证责任倒置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只能选须 好再看18年这个多选题 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约定中 属于横向垄断协议的有 A.联合拒绝销售特定基因者的商品 这是非常典型的联合抵制交易的 B.划分销售商品的种类 这是非常典型的分割市场的 C.采用具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这是典型的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叫做统一价格的协议 B.拒绝使用新技术 那么这是阻碍技术进步的协议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ABCD全选 好再看13年这个多选题 经营者与其交易相对人达成的下列协议中 被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明确禁止的有 经营者跟他的交易相对人 说明是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环节的经营者 那就是考察大家纵向垄断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仅限于价格协议 A.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这是正确的 B.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C.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高价格 这是错误的 B.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地域范围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和B 好下面我们看垄断协议规矩的第三个问题 垄断协议的豁免 这个指的是有些垄断协议 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的效果 但是出于特定的目的 可以豁免也就是允许它实施 好具体而言 可以得到豁免的垄断协议 就包括了六种 第一种叫技术性卡特尔 指的是为了改进技术 研究开发新产品而达成的 比如说所有的厂家联合起来 我们现在呢 要开发新产品 要开发新技术 所以原来那个老款的 我们就减少产量 限制生产数量 虽然说就有一定的限制竞争效果 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技术 开发新产品 所以技术性的卡特尔 可以得到豁免 再看第二 标准化的卡特尔 指的是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 降低成本 增进效率 统一产品规格标准 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等 比如原来在市场上 这类产品它的质量参差不齐 有特别好的 也有特别差的 好 现在所有厂家联合起来 怎么办 我们统一标准 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生产 而且呢 发挥各自的特长 比如说它特别善于生产某一类的 你就主要生产那一类 而另外一个厂家 它可能擅长生产另一类的 你就主要生产另一类的 好 这叫做标准化的卡特尔 也是可以得到豁免的 再看第三 中小企业合作 卡特尔指的是 为了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 增强中小经营者的竞争力 大家知道 这个中小企业 它在竞争当中 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地位 所以中小企业联合起来 他们如果说达成一定的协议 主要对抗那些个大型的企业 没问题 这叫中小企业合作 卡特尔也是可以得到豁免的 再看第四 公共利益 卡特尔指的是 为了实现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而达成的 比如说发生疫情的时候 有可能基于多种原因 交通不便啊 或者是某些地方价格上涨啊等等 于是呢 这些个产品的生产厂家就达成协议 你主要攻华东地区 我主要攻华南地区 他主要攻华北地区 虽然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的效果 但是呢 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 所以可以豁免 再看第五 不景气 卡特尔指的是 因为经济不景气 为了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 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因为经济的原因 导致比如说 大家还是按照原来的数量生产 大量的过剩 最后卖不掉都倒掉了 多可惜 于是呢 联合起来达成协议 这样我们减少产量 你生产多少 我生产多少 对吧 所以虽然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效果 但是呢 它是为了缓解经济不景气 所以可以得到豁免 最后 出口 卡特尔 这个指的是 为了保障 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当中的 正当利益 比如说 国内出口 某种产品的厂家 大家联合起来达成协议 从现在开始 对外就不要再降价了 这叫做出口卡特尔 主要是为了保障 我们在外贸当中的正当利益 所以可以豁免 好 需要大家注意 对于前述第一种 至第五种 垄断协议的豁免 简单的讲 除了出口卡特尔之外 反垄断法要求经济 应当要证明 其所达成的协议 不会严重的限制 相关市场的竞争 而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 由此产生的利益 唯独出口卡特尔 是无需证明的 因为它主要是为了 一国对外贸易当中的利益 直接豁免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一四年这个多选题 下列垄断形意中 需要经营者证明 不会严重限制 相关市场的竞争 而且能够使消费者 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才能够获得反垄断法 豁免的用 我们说了 除了出口卡特尔 其他都需要证明 A 为了改进技术 研究开发新产品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这是正确的 B 为了提高中小经营者 经营效率 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 而达成的垄断协议 这也是正确的 叫做中小企业合作 卡特尔 C 为了实现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救灾救助的社会公共利益 而达成的垄断协议 这叫公共利益 卡特尔 也是正确的 D 为了保障对外贸易 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 正当利益 达成的垄断协议 这是无需证明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该选 A B 和C 好 下面我们看 垄断协议规制的 第四个问题 其他协同行为 针对这个其他协同行为 大家要知道 前面我们所讲到的 无论是横向垄断协议 还是纵向垄断协议 经营者之间 都有达成协议这样的行为 而所谓其他协同行为 指的是 经营者之间 并没有明确的定立协议 或者是决定 但是呢 他们在实质上存在 协调一致的行为 比如说 所有的超市 一夜之间 把某个品牌的奶粉 全都下架了 但是我们要找 他们之间达成协议 找不找 但他这个行为 确实是协调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 是否构成 叫做其他协同行为 在认定 其他协同行为的时候 应当考虑的因素 有哪些 四个方面 第一 经营者的市场行为 是否具有一致性 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有的经营者 去年干的 有的经营者 今年二月干的 有的是今年八月干的 你就不能讲 它具有一致性 比如说一夜之间 某品牌的奶粉 全都从所有超市下架了 很明显 具有一致性 对不对 好 再看 第二个因素 经营者之间 是否进行过 一丝联络 或信息交流 可以想见 他们如果事先进行过 一丝联络 或信息交流的话 被认定为 其他协同行为的概率 是很高的 比如 查一下通话记录 发现 这些个超市 他们在前天晚上 相互打过电话 沟通过 被认定为 其他协同行为的概率 就很高 再看 第三 经营者能否对行为的 一致性 做出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 所有的超市 你为什么 把某个品牌的产品 全都下架了呢 能不能够 做出合理解释呢 如果有合理的解释 没问题 比如说 大家知道 那个老檀酸菜 出了问题 于是呢 一夜之间 所有的超市 这个老檀酸菜的 方便面 全都没了 那么这就是 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因为央视 对它进行了曝光 好 再看 第四 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 竞争状况 市场变化等情况 好 这是认定其他协同行为 应当考虑的因素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16年 这个多选题 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规定 执法机构认定 其他协同行为是 应当考虑的因素 有哪些 A 经者之间是否进行过 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 这是正确的 B 经者能否对一致行为 做出合理的解释 也是正确的 C 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 竞争状况 市场变化情况 也是正确的 D 经者的市场行为 是否具有一致性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按ABCD全选 好 下边我们看 垄断协议规制的 第五个问题 行业协会 垄断协议行为的认定 所谓行业协会 指的是 由同行业经济组织 和个人组成的 形式行业服务 和自律管理职能的 各种协会 学会 商会 联合会 促进会 等社会 团体 法人 比如在座的各位 筑块考过之后 进入到一个行业协会 注册会计师协会 当然我们国家 这个行业协会 是非常非常多的 像什么 家电维修协会 等等之类的 好 禁止行业协会 从事以下垄断行为 什么样的垄断行为 第一 制定 发布各种排除 限制竞争内容的 行业协会文件 比如说 行业协会 以文件的形式 下发到各会员单位 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限制生产数量 那这是非常典型的 行业协会 实施的垄断行为 好 再看 第二 召集组织或推动 本行业的经证 达成各种垄断协议 对于第二种行为 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面 首先行业协会 实施了垄断协议 因为它组织自己的经证 达成垄断协议 同时参与的经证 也实施了垄断行为 就是达成了横向垄断协议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14年 这个多选题 某行业协会 组织本行业 七家主要企业的领导人 召开行业峰会 并就共同提高 本行业产品价格 及提价幅度 形成决议 与会企业领导人 均于决议上签字 会后 决议以行业协会名义 下发全行业企业 与会七家企业的市场份额 合计达到85% 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我们刚才说了 行业协会 组织推动本行业的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 首先他自己的行为 是一个违法行为 同时参与其中的经营者 他也实施了违法行为 好 正确的 A 行业协会实施了 组织本行业经营 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 正确 B 行业协会实施了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这是错误的 C 7家企业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这是错误的 D 7家企业实施了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和D 好 先把我们看 关于达成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 这个内容大家了解即可 经营 因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滥用行政权力而达成垄断协议的 比如说 行政机关推动经营者说你们达成垄断协议 好 即便如此 也不影响其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 其达成垄断协议 是被动遵守行政命令所导致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 好 下面我们看 垄断协议规制的第七个问题 宽大制度 对这个内容大家务必要掌握 21年考察了宽大制度的概念 而这个内容又是我们今年教材修订的内容 好 什么叫做宽大制度 所谓宽大制度指的是 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 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 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 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 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 对该经营者的处罚 脸型的坦白从宽的制度 对不对 这个宽大制度怎么来的 其实主要源自于 对垄断协议的查处并不容易 大家想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一般来说都是非常隐蔽的 对吧 悄悄进行的 不可能说他达成垄断协议之后 再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哎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我们达成了垄断协议 傻啊对不对 所以反垄断执法机构 要对垄断协议进行查处并不容易 于是呢就设计了宽大制度 鼓励参与其中的经营者 你主动来坦白提供重要证据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对你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 至于这个减免的幅度 越早来减免的幅度呢 当然就会越大 我想起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发生在14年 虽然比较早了 但是很具有代表性 当时日本有八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商 他们达成了垄断协议 内容很简单 就是统一对销售到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零配件提价 我们发现了有问题 因为他们统一提价了 但是要查处并不容易啊 所以此时参与其中的 有一些经营者就怕了 万一查出来 那个处罚不得了啊 所以日历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这八家当中 有些很有名的 像日历啊 三菱啊 电庄啊等等 好 日历第一个站出来 说我主动投诚 我参与了垄断协议 并且提供了重要证据 于是反垄断执法机构 就对他免除了处罚 后来电庄是第二个站出来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对他减免了大概将近50% 这就是宽大制度的运用 是很有作用的 对吧 下面我们看 这个宽大制度的具体规定 关键看 是第几个主动出来报告的 对于第一个申请者 反垄断执法机构 可以免除处罚 或者按照不低于80%的幅度 减轻罚款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 日历第一个站出来 提供了重要证据 于是呢 对他免除了处罚 再看 对于第二个申请者 可以按照 30%到50%的幅度 减轻罚款 比如说电庄 第二个站出来的 对他减免了将近一半 再看 对于第三个申请者 可以按照 20%到30%的幅度 减轻罚款 好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我们把它概括为 2358 没事 念念 2358 好 如何记呢 倒过来 第三个申请者 按照20%到30%的幅度 减轻罚款 第二个经营者 按照30%到50%的幅度 减轻罚款 而第一个主动申请的 按照不低于80%的幅度 减轻甚至是免除罚款 好 对于这个宽大制度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两点 为了鼓励经营者 主动报告 垄断协议行为 并提供重要证据 执法机构 在减免罚款的同时 还可以考虑相应的 减免没收经营者的违法所得 因为罚款跟没收违法所得 它是两种可以并行的处罚方式 所以减免罚款可能觉得还不够 没收违法所得 这个数额也是挺大的 因此为了鼓励经营者 主动投案自首 所以在减免罚款的同时 还可以考虑相应的减免 没收经营者的违法所得 好 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如果经营者是组织 胁迫其他经营者 参与达成实施垄断协议 或者妨碍其他经营者 停止该违法行为 说明主观恶性挺大的 此时执法机构 不能够对其免除处罚 但是呢 也可以相应的给予减轻处罚 好 这是宽大制度 好 讲到这里 垄断协议规制这一节 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讲了 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 包括了横向垄断协议 也包括纵向垄断协议 横向垄断协议 是在产业链上处于同一环节 相互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主要包括了五种 第一种呢 是固定或变更商品的价格 统一价格的协议 再有第二种 是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 或者销售数量 限制数量的协议 再有第三种 是分割商品的销售市场 或者是原材料的采购市场 分割市场的协议 再有第四种 是限制创新的 或者说阻碍技术进步的协议 而第五种呢 是联合抵制交易的 都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而针对横向垄断协议 举证的原则 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而这个纵向垄断协议 指的是产业链上处于不同环节 相互没有竞争关系的经济者 所达成的垄断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 仅限于两种 第一种呢 是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 第二种是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而纵向垄断协议 它的举证责任 采取的是谁主张 谁举证 好 然后我们讲了 行业协会实施的垄断协议行为 其中就包括了行业协会采取制定文件等方式来实施垄断行为 以及第二种就是组织推动本行业的经济达成垄断协议 对于第二种 我们要注意 行业协会 它实施了垄断行为 而参与其中的经济呢 它实施了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 好 然后我们讲了关于垄断协议的豁免六种情形 包括技术性的卡特 标准化的卡特 中小企业合作卡特 以及公共利益卡特 不景气卡特 再有就是出口卡特 好 除了这个出口卡特之外 前面的五种 要由相关的经济者 矩阵证明 不会严重的限制市场竞争 而且呢 可以由消费者分享 由此带来的利益 好 最后我们讲了相关的宽大制度 大家要记住 二三五八